老婆只要說要切完就覺得 來看一開始劉耿星的打擊 頭是海科曼 阻礙方向的平飛球 哇 出去了是一隻安打 剛才講到進步很多 老耿 劉耿 第一棒就敲出了安打 當然第二棒劉耿星敲出了安打 不過第一棒被解決掉了 現在看到打者是第三棒的周董周思綺 兩好球沒有壞球 結果海科曼來了一個變化球 將打者給宰山出局 劉耿星還是停留在一壘 接下來打者是恰恰彭正銘 哇 這球是有點 太靠近身體了 直接打在恰恰的手上 沒有躲的話可能會 打到頭部以上 所以是相當的驚險 接下來打者 陳冠仁帶到了反方向 落地而失一隻安打 這時候劉耿星繞過三壘之後 回到本壘搶下分數 出現相對很快的取得了伊餅的領先 滿球出一個反方向的 退步這些時間 接下來打者是陳瑞鎮的打擊 這一球直接塞到了內角打在手上 真的相當的神奇啊 把棒子一摔要走向海科曼了 這個時候兩隊的休息室 也全部進空衝了出來 馬上就爆發了衝突 我們知道海科曼跟兄弟像 去年在同樣的球場 結果總冠軍戰的時候就發生一點爭執 現在這個時候兩隊都衝了出來 最後曹景奮也跟著出來了 不過幸好後來是沒有發生什麼 打架事件 進來看比賽 要繼續打 這個時候投出一個精彩的三豬局 也留下了滿內的殘累 所以相對這局靠了連續安打 一比的領先 接下來看一局下半 投球是阿蓋廖玉成 結果面對的是好朋友 潘虎熊投出一個四塊球保送 結果接下來這個投球 好像被抓了一個投手犯規波古 那一尾跑者是免費上到了二壘 這球相當的不划算 讓潘虎熊幾乎是還沒有敲出安打 就靠著四塊球 以及投手犯規還有這個抱頭 輕輕鬆鬆就上到了三壘 一直安打都沒有敲出來 接下來看到打者是卡斯蒂打擊 後方滾地球交球之後 要把跑者給逼回去 先傳給三壘的朱鴻聖要來追 他可以潘虎熊 結果撲回本壘 沒有出道跑者是一個safe 朱鴻聖和潘虎熊的賽法 結果是由潘虎熊炒贏 結果兄弟相也相當的生氣 跑出來抗議 那主要抗議的點就有兩個 一個是認為應該是有touch到 另外一個就是覺得 應該有超過了三尺線 不過這是有裁判自由行政 至少打給潘虎熊 是精彩的摸回本壘 也搶下關鍵的一分 兩隊贊成了1比1的平手 接下來打者 陳林紅紅打擊 這一球打高了 這球不收高飛球 遭到了家中區 除了這個時候跑者 要往三壘拚啊 卡斯蒂是相當的拚啊 這是一個界外的高飛球 你要積極的多搶一個壘包 皮靠就三個壘球 輪到打者是打低肩側頭 打得相當有心得的小破留不好 結果獲得四壘球保送 十幾年的打擊這一棒帶到了反方向 三壘跑者利用機會回到本壘搶下了分數 小破留不好上到了二壘 目前兩隊統一師反倒以二比朝前的比數 這樣比賽真的是充滿火藥味打擊 終於統一師隊也是一棒接著一棒 左壘方向的安打 這時候小破留不好回到本壘搶下了分數 從統一師隊再去下半 反倒以三比朝前的兩分 這樣比賽真的是相當的驚喜